4月19日下午 姚明与中国篮球协会第二次谈判失望而归 篮协代表表示 对于中智联整体加入CBA公司 和CBA公司受与中智联商务权的诉求均不予接受 姚明认为 如果篮协不改变目前的方案 那么将不能看到联赛有何改进 不是我个人的成绩 我想是很多俱乐部的成绩 整个联赛的参与主题 都对联赛的未来有很好的重启 我们希望可以在篮协代主导下 向着市场化的方向去推进 向着市场化的方向去推进 就像2014年40号文里面说到的 就是说希望联赛的改革 要充分地估计到市场所谓的决定性 资温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我相信在乌务院之外 你们也无数次提到 我想这个俱乐部作为一个市场主题 我们希望可以去有更多的 像是更多的化育权 相比过去有更多的化育权 我们实际上提出两点诉求 两点诉求呢 那是在那个其实是在那个五点共识 当天我们也提出了 规矩外就是第一就是我们希望以 中之间的整体名义加入CBA演赛 加入CBA公司 即将成立CBA公司 第二就是说希望 我们希望可以得到CBA公司的商务运营 这两点诉求呢 我们是主要和蓝银企业去沟通的方向 主要去沟通的方向 但目前看账量很大 如果照目前那个方案的话 实际上我们等于 虽然说有些东西包装成一个公司了 但是实际上它没有太大的一种变化 外壳可以看的是一个公司 外墙都粉刷一遍 但走进去你看它里边的 房屋结构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说话装修了一下而已 说话装修了一下而已 最终呢 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 应该可以想象到 就是你这两点诉求全被蓝鞋否定掉了 蓝鞋提出的就是说 首先必须是二家局部才有可能 第二必须坚持他们的这个计划才有可能 他们是什么的计划 蓝鞋 蓝鞋与二家局部分别成立 蓝鞋你这公司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说 这个就是一个公司化的原来的连赛 我们俱乐部还是希望跟蓝鞋 继续去沟通 但是目前看确实 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去做出让步或者妥协 因为我们现在这样做下去 不外乎是跟过去一样不变 如果这样的话做的话 加入这样一个CBA的公司的话 是没有办法去进行 进行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这种连赛 赶紧 没有办法进去 这就是和原来的样子一模一样 只不过被公司化 财新网北京报道 不赞 不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